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错了 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怎么原谅 这一年时间你去哪了 你知道我自己一个人带孩子有多苦 有多累吗 这位男生到底做了哪些不可原谅的事 让女生这样大发雷霆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两人来到节目组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女生说起 真的对不起 先不说怀疾个孩子有多难 做习惯一样那时候我吃了多苦 可你竟然给别的女人好唱 有些事她确实 怎么还是她说你在哪 女生小郭27岁 男生小牛30岁 刚上台 小郭就满腹怨气控诉小牛 控诉她在自己怀孕时有了别的女人 生孩子时也不在身边 从小郭的表述来看 可谓是蒙受了不少委屈 那么面对小郭的控诉 小牛对此有何解释呢 她生的时候你不在她身边吗 不在 那个时候我在工地忙呢 就是她生完孩子以后回来 待了多久 两天 然后就又走了吗 是 那孩子就摔给她一个人待 是 这段时间有多长 有一年 有一年啊 你在忙什么 我在工地呢 那你的说法是忙着挣钱咯 对 经过主持人的质问我们了解到 小牛在女友生娃这段期间 一直在工地忙着挣钱 虽说在这期间回来过一次 但也只是待了两天就又匆匆而去 然而这一去就是一年之久 把母女俩扔在家里不管不顾 在这一年来 孩子也都是由女友一人照看 那么小牛所说的都是事实吗 难道真的是为了挣钱而抛弃气子吗 此时的小郭听不下去了 立马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你忙着挣钱 你是忙着挣钱吗你 你是忙着跟那个女人在一起 原来 小牛所说的忙着挣钱都是假话 实际上是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也就是说 在小郭生娃这段时间里 小牛对妻儿不管不问 一直和别的女人鬼混了一年之久 这件事也是让小郭不能原谅的其中之一 而两人来到节目组 也是男生小牛提出来的建议 希望女友能原谅自己的所作所为 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那么既然这样 小郭最终会原谅他呢 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此时 小郭向主持人讲述了那段悲伤的经历 我们从小就一起长大了那时候 然后父母就看出来我们之间的情谊 就为我们办了酒席 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来说 办了酒席就是说相当于结婚了 我跟着他出去 吃了多少苦呀 我跟着他都搬过转 他搬过衣服 搬过地摊 那时候我对他没有一句愿意 我就认怒了 这辈子他就是我唯一的男人 其实 两人从小就在一起长大 可谓是青梅竹马天生一对 所以在父母的主导下 两人在老家举办了酒席 也就相当于表面上的正式结婚 之后两人就开始出去打拼 小郭跟着男友吃了不少 苦受了不少罪 但这一切在爱情面前 对于小郭来说无怨无悔 认定了这个男人就是他托付终身的人 一转眼三年过去了 两人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 于是就有了要孩子的打算 但天不随人愿 当两人做准备工作时 却出现了问题 我们半年过去 然后一年怀孕的机箱都没 当时我还挺自责的 我就在想 是不是我的问题 我背着他去医院做了检查 结果我的一切正常 回家以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要不你也一起去医院做个检查吧 检查的结果就是 他有问题 本打算要孩子的两人 却因为小牛的问题不能生语 得知此消息后 两人瞬间崩溃 特别是有问题的小牛 面对这样的现实实在是不能接受 于是就自己做见自己 整天借酒消愁 可能是因为酒后的原因 小牛害怕女友因为这件事离开 所以每次喝多都会抱着女友哭泣 希望不要离开他 但酒醒后又深感愧疚 不想拖累女友并要求他离开 可两人从小就在一起长大 可谓是青梅竹马 小郭不可能做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 但是我怎么可能离开他吗 我对他特别依赖 我根本就离不开他了 没孩子长了 没孩子我们可以去抱呀 没孩子也可以过一辈子呀 找两个人在一起就好了嘛 是啊 没孩子怎么了 在小郭看来 只要两人真心相爱 即使没有孩子 也可以白头偕老 这是多么伟大的誓言 多么伟大的爱情啊 所以在小郭的努力劝说中 男友也逐渐振作起来 可能是因为两人的爱情故事感动了上天 在一次偶然聚会中 小郭从朋友口中得知了这样一件事 我就听到一个 我朋友说 他们身边的朋友 有一个就是说 可以做试管婴儿 人家还成功怀孕了 这时候 然后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心里边高兴的 当时我就立马赶紧回家 把这个情况给他说了一下 我们俩就去医院 做这个试管婴儿了嘛 囚子心切的两人听到这个消息后 欣喜若狂 立马决定去尝试一下 不过在做试管婴儿期间 每天打针 抽血 化验等一系列检查 让小郭遭了不少罪 但最终 皇天不负有心人 小郭终于怀孕了 由于这个孩子来之不易 男友的父母决定 让他回家安心养胎 于是小牛把女友送回家后 自己又回到了工地 继续打工赚钱 在这期间 小牛回来过一次 看望女友 但也仅仅是待了两天 就匆匆而去 起初小郭认为 是男友为了工作 不得已才走得这么急 但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 小郭发现 男友给自己打电话的时间 逐渐变少 信息也总是不能及时回复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然而 男友的变化 让小郭产生了怀疑 直到过年 男友回家后的一些反常举动 问题的根源终于被发现了 过年回家你都干嘛了呀 天天就抱个手机 让他打电话发信息 以为我不知道 确实是工作上的事 那那个女人怎么回事呀 以为我不知道 原来 在女友怀孕这段时间里 小牛一直和另一个女人 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 整天在电话里聊着一些 暧昧信息 其实 小郭起初并不相信 男友会做出这样的事 毕竟两人从小就青梅竹马 再加上这个孩子来之不易 就更不相信男友会背叛自己 不过男友的一些反常举动 不得不让小郭产生怀疑 本打算是这简单查看一下 男友的手机 不料却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 彻底让小郭崩溃了 有一次嘛 他出去 我就把那手机拿出来 我就真的看 看一个手机 天天在打 一天好几个似的在打 然后我就试着 就播出去了嘛 我很没说话呢 那边就传了一个女的声音 亲爱的 咋的 又想我了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恶心 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小郭彻底崩溃 这哪是简单的聊天 这分明就是男友背叛了自己 然而小郭怎么都没想到 男友竟然在自己怀孕期间 做出这种事 这无非就是给小郭致命一计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小牛对此又怎么解释呢 我今天就是想跟我老婆道个歉 我确确实是做过一些 对不起她的事 给我一次机会 小牛也没有过多的狡辩 直接承认了自己 确实做了对不起女友的事 之所以今天来到节目组 就是想请求女友 再给她一次机会 其实小郭已经给过她一次机会 就在那次事件发生后 小牛已经向女友道歉承认错误 并且承诺以后不再和那个女人联系 而小郭因为孩子的原因 也原谅了她 之后两人也是若无其事的 该上班上班 该养胎养胎 可就在预产期来临时 让小郭崩溃的事情再次发生 预产期的前几天 我跟她说我说你提前回来吧 她也答应我了说回来 可是就在预产期的前两天 她告诉我说是回不来了 我说回不来就回不来吧 工地上临时有几事嘛 她生完孩子以后她回来看我 她抱着孩子 那挺高兴的 住了几天她就走了 面对孩子的降生 小牛答应好的回来 却突然发生变化 不过小郭那时并没有过多怀疑 就以为男友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才导致不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 于是小郭在没有男友的陪伴下 把孩子生了下来 然而孩子出生后 小牛性高采烈地赶回来了 不过也就住了几天 就再一次回到工作岗位 在这期间 小郭对男友可谓是没有一点怀疑 但结果还是大意了 就在出月子那段时间 小郭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 然而 这个电话直接证明了男友 为什么不能亲眼看到自己孩子出生的原因 当时我刚出月子那会儿 然后就有一个女的给我打电话 你离开她吧 站着她干什么呀 不要在这儿 她是跟你胡说八道 那时候她就是跟你胡说八道 还胡说八道呢 你以为我不知道 她都告诉我了 她说你知道她你生孩子的时候 她在干嘛吗 她在跟我外地旅游去了 原来 这个陌生女人打来的电话 正是之前小郭怀孕时的那个女人 也就是说男友没有信守承诺 再一次和那个女人纠缠在一起 之所以没能回来陪女友生孩子 就是因为和那个女人在外边旅游 才导致的这种情况 不得不说 小牛这一做法实在是令人发指 而女友小郭面对这种情况 也是心乱如麻 没想到男友不知悔改再一次背叛的 不过光靠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 就果断下结论确实不妥 所以小郭给男友打电话 想证实一下这件事情的事实 可当小郭把电话拨过去的时候 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没有那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 证实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手机一直关系啊 但是因为没电呢 每一天没电 两天没电能洗 一个月没电能洗 一年没电啊 就当小郭想证实这件事的时候 男友竟突然晚起了失踪 整整一年的时间都联系不到的 由此可见 小牛在这段期间干了什么事 可想而知 但受苦的最终还是小郭自己 在这一年来 他独自一人带着孩子过日子 刚刚满月的孩子有多难带 我相信很多有经历的女人 都能体会到那种艰辛 但即便是这样 小郭也艰难地挺了过来 娘俩相依为命度过了 这不平凡的一年后 现在孩子已经一岁多了 刚要进入正常的生活 却被突如其来的父亲男扰乱 那就是这个父亲男竟然想回头了 打电话给小郭请求原谅 并且还找到节目组 希望能挽回这段感情 从山西跑过来 就是真心真意跟他说一句对不起 我错了 希望他可以原谅我 怎么原谅啊 毕竟我们都有孩子 我们孩子都快一岁了 你不知道吗 这一年时间 你知道我这怎么过来了吗 还是生命的时候你在哪 还是发高烧 住院的时候你在哪 是啊 怎么原谅 在小郭怀孕的时候 你背叛了他 当孩子出生时候 你再一次背叛 和别的女人逍遥快会 一年多对母女俩不管不顾 小郭在这期间遭了多少 罪受了多少苦 又有谁来关心过呢 而你却好意思 拿孩子当原谅的理由 试问你有进到过当父亲的责任吗 对小郭的伤害你 又能拿什么来你补呢 这一切在外人看来 都是不可原谅的 但既然来到了节目组 我们还是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我觉得人能够青梅竹马的 在一起走到现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一个男人要有责任 要有担当 要对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 对你的家人要充满了爱 但是你今天能够认识到 能够了结那段的感情 能够重新回到你的家庭里面来说 我觉得也是好的 希望你以后继续把那个不好的东西都去掉 希望你们好 俗话说得好 宁差十座庙不破一门婚 老师觉得这个男生能回头也算是一件好事 毕竟两人从小在一起长大 可以算作是青梅竹马 如果错过了这段姻缘 或许是一种可惜吧 所以两人要是真的还有感情 那么还是希望能继续走下去 接下来 曲老师对两人是否和好提出了关键问题 这次你们是否真是可以和好 或者说你男人的心真是要回来了吗 所以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 你为什么回来了 因为我爱他 不挺开心的吗 花天酒地还出去旅游 不挺好的吗 享受去啊 干嘛回来 为什么我一直追究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你不清楚 仅仅是想说 我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很背了 然后我就想暂时地回来 可能过了点时间你又出轨了 如果仅仅是出轨也是冲动 回来也是冲动的话 那不回来也罢了 曲老师认为两人和好的关键问题是男生的态度 如果是真的想回心转意 那么原谅他也不是不合意 但如果只是一时冲动 不是真心求和 倒不如趁早分开 所以说男生这次求复合的态度最为关键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女生 如果女生不想原谅他 即便是真心求和也无济于事 所以接下来 图老师对女生的想法进行了分析 女生每一声控诉虽然都痛斥心扉 但是你每一声控诉 声音再大 泪流的再多 都在告诉我们 你好爱他 你离不开他 我今天来就是要原谅你的 在自己的妻子怀孕期间 或者是生孩子期间 选择出轨的男人 无疑是在谋杀自己的爱人 所以这样的出轨 我认为是不可原谅的 图老师一眼看破女生内心的真实想法 熟话说爱得越深伤得越深 这句话也正好验证了女生今天的表现 之所以这么气愤 就是因为爱他爱得太深 所以才会大发雷霆 整场哭诉 不过图老师同时也给出了另一种建议 对于在妻子怀孕期间出轨的男生来说 这种人是不可原谅的 因为这件事对于女生来说 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在心里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但如果非要原谅 那也是自己欺骗自己 所以图老师的建议已经非常明显 接下来再听听图老师对男生的分析 你是一犯再犯而且同时都是在怀孕和生孩子期间 我就不明白你们十几年的金梅竹马的情感 不能让你回头吗 感动不了你吗 当你查出你生孩子比较困难 女生做试管婴儿 为死而每天在医院受苦的时候 这一番努力的举动感动不了你吗 怀孕期间重负灵盆之类这样的受苦感动不了你吗 甚至到后来把孩子生下来了 就两条生命感动不了你回头吗 你还跟那个女人那一年在外面 所以说从种种这种所谓的感动来说 如果这样的付出和所有的情感叠加在一块 都没有办法感动你 那我只能说你这个男生今天的认错 我大概是认为希望不大 对于男生认错的态度来说 图老师认为希望不大 因为在这之前 有很多次机会让男生回头 可他却一错再错 根本就没有一丝愧疚之心和感动之意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没良心的人 你想让他真心悔改还真有些难 图老师虽然没有用言辞利语去批判男生 但以上这些话也足以表达对此事的看法 那么事已至此 女生会原谅他们 接下来还是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这个结果还真让人有些意外 女生竟真的原谅了这个扶心男 当然选择权在他们自己手里 至于怎么选择也是女生该有的权利 这个结果或许是因为 女生爱得太深 无法自拔 又或许是因为孩子 总而言之两人还是选择继续走下去 既然这样我们也只能送上祝福 希望他们永结童心 白头偕老 好了 视频看到这里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件事大家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